台灣兩岸之間的關係的緊張程度 日據的升高 從這個驚嚇海魚 在年初2月的時候 的這個翻船事件之後 到現在連串 最新的是澎湖的漁船被扣了 那現在大家說這是執法正當性的問題 包括了中國的海警說 我是依照我的海警的相關的法令去執法 是正當的 連我們的海巡署都說 這個執法是正當的 他們已經進去了他的內水 所以以後就是 大家就是敬畏分明的方式 在這個地方處理相關的議題嗎 我覺得這一次海巡署還有管碧琳的講話 就是特別的 特別的溫柔吧 他這次講的特別的溫柔啊 特別的詭異啊 特別的詭異 就是不像平常就是跟你對抗 他應該是蘇巧惠 你當街擄人 對對對 他特別特別的溫柔 那事實上他心裡明白 就是從 培洛西之後 我常常說我們兩岸的和平默契線就消失了 海峽中線消失 然後逐漸呢 ADIZ 就是我們的這個 飛行 飛航識別區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從西南空域開始 那最近不是說做了 三面的包圍 270度嗎 我們的 ADIZ消失了 然後逐漸的 連我們的 臨海 匹林區這些線消失了 2月14日以後呢 淨縣制水域消失了 最近一次的聯合力建 他是做了 金門 馬祖 東影 烏丘 四個島 這四個島按照國際的規定 他可以把他的 臨海基線中間連結起來的話 這四個島都在他的內水裡面 所以你原來的淨縣制水域也都消失了 那在這個消失的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用了非常強烈的語言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今天 早上就是覺得很不安 我過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在做立委的時候呢 我們常常是在 無論是專屬經濟區 或者是我們自己退縮的 佔定執法線 我們的漁船都是被日本抓的 那日本抓我們的漁船 我剛剛有給你一張圖 這是以前 另外一張 前面那一張 這是我以前在做立委的時候 我的助理 他就把每一艘船被抓的地方呢 一點一點把它畫起來 你就會發現他抓你的船 一定都是在這些縣的邊緣 他不會在這個中間突然抓一艘船 就在這個縣的邊緣 包含了這個黃的線呢 是我們自己訂的叫做 佔定執法線 就雖然是我們的專屬經濟區 是這個深藍色 但是跟琉球呢 為了尊重琉球跟我們的地方很近 我們就退縮進來 可是不要忘了在這個旁邊 就是在雲娜國島跟我們中間這一段地方 還是抓了很多船 所以每次日本抓這些船呢 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叫做有效管轄 就是這條線我們大家都可以畫 可是誰去抓 就是 而且我把它扣留了 那你來交錢 你就承認我的有效管轄 那大陸這一次他很清楚 他在金門旁邊抓的呢 他在 他有他的國內法的理由 對不對 他是修餘記 所以現在不能 所以你違反了他的國內法 並且呢 他也違反了他現在 在這個地方不再認你的 進限制水域這件事情 那剛剛畫的另外一張圖 另外一張圖呢 就是日本 我待會再講這個 所以大陸抓的時候 他所做的事情 在他的法律基礎上 還有在海警令15號的基礎上 是可以存在的 好那現在我要講下面一件事情 陸委會你今天去查他的網站上面 他說呢 2003年到現在 大陸的船來登檢我們6次 03到07就是 就是那個 陳水扁 在任的時候 三個案子 17艘船扣 台灣扣大陸 2016年到現在 438艘 我們執法還比對方配合 我們扣他們438艘 這是陸委會寫的 陸委會寫就是要告訴台灣人說 我們很強硬 我們根本沒有什麼 對他們退縮 好 其中呢16到19 就是小英那個時候呢 每年都是70 80 90艘 那小英的第二任呢 就少一點就是 20艘 左右 可是我們總共扣了人家 438艘 對方 從03年開始 我這是 16到現在 8年之間 扣了人家438艘 這個是陸委會的資料 海巡署的資料 而對方 大陸 只有登檢我們6次 然後在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就是只有扣6次 登檢6次 所以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明白 這些漁民 包含以前被日本人抓 或者是現在 大陸的海警抓他們 不是他們個人做了什麼事情 而是兩個政權 中間是在做什麼樣的對抗 那麼 這些漁民在海上 過去在日本的手裡 沒有一個好日子過的 事實上他們連求救的時候 我們海巡署的船 時常是 到了附近就停下來 不去救他們 他們時常是等到日本的船 登檢了以後 然後他還說來不及了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了 我們現在只能做後續處理 因為當時 台灣對日本是退讓的 消極 非常消極 所以這些都是退讓的 然後每一艘船抓到 琉球去 就是要求要付款 也就是你認對方的有效管轄權了 我們的海巡署也 時常沒有去救我們的漁民 所以這次人家說 海巡署怎麼沒有去救人家 當然形勢比人強是一點 可是他事實上已經看到 他如果他真的要 上去救這個漁民 那是不是兩個 漁政海巡跟海警就會對抗 那你對抗的後果要怎麼去解決 那你有沒有什麼正當性 所以 我覺得現在我們就需要認清楚 除了那些和平默契的線都消失以外 最近大家就講說我們兩邊本來有一個 九二共識就是互不 就是你的主權互不承認 治權互不否認 這兩個互不呢 治權互不否認這事情 現在沒有了 就是大陸現在已經否認我們的治權了 所以這個地方是 他在這個地方執法 那這裡還有一個蛛絲馬跡 其實我最近看到一個大陸的發言人 他說 喔台灣海峽是中國的內水 我相信大家有聽到這句話 那為什麼可以做內水 你用下面一張圖給我 在一個群島國家 或者是一個 島嶼很多的國家中間 它是可以用島嶼的最外源線 去連接起來 那外源線連接起來的內部 都是它的內水 所以如果大陸開始講台灣海峽是中國的內水的話 就是它把大陸沿海跟台灣 的東岸這邊連接在一起 台灣海峽才會是內水 它才不是 國際航島 那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大陸無論是它用它的國內法 或者是它的執法 或者是它的軍事 人民解放軍 空軍或者是海軍 已經在逐漸的在台灣旁邊畫了一圈又一圈新的 權力結構 就是在主權跟治權上面都在 一圈一圈的畫起來 慢慢慢慢橫實 就像前面那張圖一樣 日本一直抓我們的漁船 它抓一個就是一次有效管轄 加一次就是有效管轄 所以那條線 也就被它畫得越來越夯直 我不認你這條線 那都是我的 所以日本是 用台灣的漁船去說這些都是它的 包含釣魚台 所以最近7月2號到4號釣魚台又有一些事情 當時的日本是用抓台灣人的船 來建立它對於 日本人所稱的 尖閣諸島有它的 治理的權利 他們當然是說有主權 但我們不可能認它有主權的 所以同樣的模式會從這個釣魚台海域 現在在驚嚇海域 然後由中國來做 當年日本在釣魚台海域做的事情嗎 看起來是因為現在 應該是今天吧 大陸的海域又說了 他們去趕了日本的船 日本當然就是非常大力的抗議 在CNN有說 中國在日本的 尖閣諸島 強烈執法 日本抗議 那我們不會叫它尖閣諸島的 我們一定叫它釣魚台 或是釣魚台 列嶼 大陸叫釣魚島 因為它不能叫釣魚島 人家好幾個島 還有黃維宇 赤維宇 北小島 這些 所以 在這個過程中間 日本就會用它的 大陸就會用這一條線 一直不斷的夯實 然後來確定說 誰是有效管轄權 將來 要爭執的時候 再爭執 就是一個國際宣傳 然後國際定義 把它定義夯實 因為有效管轄是一個國際定義的 對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